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下午的护港股市总结 我是淳子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截至到今日收盘为止各个股市的表现情况 环球股市股排式的下跌之后 港股今日出现了技术性反弹 上午最多急升619点 高见21871点 为之后在内地股市的下跌之下拖累 升幅收窄 而大事午后波动反复倒跌 1时50分左右 横指曾急跌386点 见全日的低位20865点 之后在15分钟内迅速回升 曾紧跌约19点 不过之后又重复向下 林静伟市在欧洲三大股市早段回升的带动之下 港股重拾升市 收市报21404点 升153点或0.7% 终止过去连跌7日的颓势 国际指数明显的跑输 收市报9514点 跌88点或0.9% 全日大市成交为1344.99亿元 较昨日略低 大市反弹欠全面 全日下跌股份较上升股份多 超过50只股份跌幅达到双位数 再来关注一下截至到收盘为止 主要蓝筹股的具体表现 汇丰控股跌4毛 中国移动涨3毛 建设银行跌6分 工商银行跌7分 中国银行跌9分 港交所涨4.78元 中国人寿涨6毛5 友邦保险涨2.05元 腾讯控股涨5.9元 金沙中国跌6毛5 长河涨3.75元 新鸿基地产跌1.5元 九龙仓涨3毛5 中国海外涨3毛5 华润之地涨6毛8 中海油跌1毛9 中石油跌1毛1 中石化跌1毛 昆仑能源涨1毛5 中国神华跌4毛4 关注完了港股 我们再来看一下内地股市的具体情况 周二的早盘护质低开6.41% 报3004点 开盘之后 小幅的上冲 高见3123点 五盘股指跌幅扩大 跌破了3000点关口 最低见2947.94点 创业板跌破了2000点 低见1987点 从盘面上看 两市所有板块全部下跌 三股涨停 仅40股上涨 近2000股跌停 再来关注截至到收盘为止A股的具体表现 上证宗指报2964.97点 跌244.94点 跌幅为7.63% 生成指报10197.94点 跌772.35点 跌幅为7.04% 沪深300指报3042.93点 跌232.61点 跌幅为7.1% 创业板指报1990.71点 跌161.91点 跌幅为7.52% 再来关注H股对A股的五大折让情况 洛阳玻璃折让87% 中石化油腹折让77% 浙江市保折让76% 重庆钢铁折让72% 东北电器折让72% 再来看H股对A股的五大溢价情况 中国平安溢价20% 中国太保溢价14% 安徽海洛水泥溢价13% 万科企业溢价7% 青岛啤酒股份溢价6% 关注完了股市 我们再来回顾今天的主要财经资讯 香港特别行政长官梁正英 今日就香港以及外围股市大跌就发表了讲话 他就预料市场在短期内仍然会继续的波动 呼吁投资者保持审慎 他就强调对香港的市场监控及规管有信心 但需要警惕外围因素影响投资市场气氛 梁正英同时表示 不应该将这次股市波动的情况 与18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相提并论 他就认为目前的亚洲经济体在金融监管能力大大提高之下 并已经汲取了1997年金融危机的相关教训 受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 康师傅上半年的盈利为1.98亿美元 按年下跌了14.77% 逊于市场预期 公司就决定维持不派中西股西 继收购百市中国进军碳酸饮料业务之后 康师傅再与国际品牌合作 进军咖啡市场 该公司拟透过与携手星巴克 争取更多咖啡市场的份额 预期明年由该公司生产的 星巴克瓶装饮料会在中国市场进行推出 其后再推出寄饮咖啡产品 今年3月 康师傅与星巴克签约合作 由星巴克负责产品的研发 以及品牌的发展 而康师傅则负责在中国生产及销售 星巴克的饮料产品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护港股市总结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会